然后呢这里呢就是教大家一下 我们怎么来发布吧 我们来发布一下 我们试着来做一个 我先看 发布的时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一个是这里 右上角这个小 反正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OK 它就可以是发布用的 那么这个小相机 那么你可以发表视频 也可以发起直播 那直播呢就算了吧 就大家不用操这个心了 我们在海外还是用不了的 原因大家也懂得对吧 这个你可以在这里发表视频 然后发表视频 你就可以选从手机相册里 选择或者你可以 就直接现在就直接拍摄 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地方呢 我记得是 我看想想看 还有一个地方应该是哪里 刚才 对这里也可以 大家看啊 这里你也可以发起直播 发起视频啊 然后它进去是一样的 好 那我呢 去找一下 那么我们发的这个视频号 发的视频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发视频 还有一种呢 是你可以直接 就是发照片 我想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 大家现在看到 比如我现在想把这个视频 这是我之前选中的视频 好 那我就是直接选中它 然后呢 下一步 跟詹妮老师学北美互联网营销 注意互联网研究院的同学们 大家 这是我提前做好的一个 我和大家分享 那然后呢 用最不开会的两个小机器 第一是把名字 因为有的时候呢 在参加一些课程或者会议的时候 我对这个不满意 我对这不满意 我就可以退回去 我退回去直接啊 就是这个 把这个走完了以后 退回去 然后在这里去选择 这里跟发表那个朋友圈一样 你可以选择保留 保留它下一次的时候 它就还会进来 因为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呢 它底下有一个 给大家看 这个就进到这个草稿箱了 我们可以在草稿箱 再把它拎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它底下有一个扩展链接 扩展链接 所以呢 我们把它保留 我的目标是 我要去给它加一条 我之前的公众号 因为当这里链接 只能是链公众号啊 好 我再回到我的这个 这个公众号里 去找一篇文章 我现在比如说 我找了这篇文章 好 那么这篇文章 我是把这个链接 我给它要找出来 我先点进去 然后呢 这上面这个右上 右上角有三个小点点 然后呢 看这底下对吧 这就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里有一个复制链接 一个小链条 我点一下 然后这样的链接就OK 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再到我的这个刚才的那个 这个 视频 视频号里面去看看 还是在这个草稿箱 好 那我呢 把这个下面扩展链接点一下 把这个链接啊 粘贴到这里 然后呢 再点添加 OK 这篇文章 你看这里就出现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封面 点这个选择封面 你就可以在底下这边啊 各种 你的视频里头 你可以随便 你可以加一个自己的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提前做好的 也可以就用它这个 像我们一般都把它放在第一个啊 这是我从抖音上的那个 我们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吧 好吧 然后我们完成 这个封面就有了 然后呢 我们就添加描述 然后比如说这个 就是我们随便写了 然后这里要注意刚才大家看到那个 那个那个话题了 所以那么就是你不用自己打那个 hashtag 你就那个警号 你就直接点一下这个 它就出现了 然后你比如说这个随便啊 除以 随便 你可以再 你可以再打很多 你弄空格 然后再点这hashtag 还可以再接着打下一个 而且你还可以什么呢 提到谁 你看你 这个就是要从你关注了的那些账号里头 所以你要可以去关注一些朋友的号 因为你关注大号人家不搭理你的 对吧 就是一定是这个大家的这个粉丝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去找那些 比如我们有一千多粉丝 我们就可以找那些也有一千多粉丝的啊 朋友去art他 然后呢 就是 就是其实以后如果说他对你的内容感兴趣 你们可以互推啊 这是这个social media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互推的一个机制 所以比如说我 我连一个我这个号 然后呢 我再连一个这个号 这个字数可以有多少呢 我试过 其实应该有几百字吧 就是你可以art很多 但是他到最后他是 就是你看他实际有三种 一种是你写的字 一种是hashtag 一种是你art的人 但他总数就是那些 所以你如果前面用的多了 那你后面能art的人就比较少 整体来讲 我觉得除非是你有关系特别好的那种朋友 或者你特别想让他看的这种人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尽量把内容多给一些位置给hashtag 然后能够让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人可以搜到你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像这个前面你对这个视频的描述可以多发一些 然后你还可以在这个所在位置 所在位置实际上对大家来讲是有一个什么意义呢 你可以选城市 你也可以选某一个地点 比如举个例子 你现在在这个举个例子 你现在是在多大 你在多大 你参加活动 你希望今天比如说这个你拍的这个视频内容 就是哎呀 多大这个大学生的毕业典礼 然后正好你今天大家都周围人都在这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小的视频号 你选的地点是多大 那么就比选多伦多好 为什么呢 因为多伦多虽然整个城市量大 但是好多人跟你是不相关的 而且你可能被看到的几率就会比较小 但如果呢你就是选多伦多大学 那几乎虽然它这个量整个比多伦多这个城市要小很多 但它都是你的目标受众 你拍的很有意思 可能很多人就因此 那它几乎它的这个就是出现力是百分之百 那么大家看到之后大家有可能就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你 所以这是它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啊 这是一个所在位置 这里我就不去选了 好那我现在就这些东西都弄完了以后 把上传了视频了 选择了封面了 加了说明和hashtag 谁也at了 然后呢也这个你有活动也加上了 所在位置也填上了 然后这个这个把这个通通号链接也OK了 好我们现在点发表 点发表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它这绿的哇 它就在走 看见它在走 等它这个整个这个绿的圈结束以后 你这篇文章就算上去了 对 这个时候你点它 那么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这个因为它这是 我把声音 注意互联网研究院同学 人们大家好 今天呢 我就不影响讲课 大家看 那这里我就可以怎么样呢 给点赞呀 可以评论呢 然后这时候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的推广 我们的推广 非常重要 你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然后你可以这个发给朋友 我记得分享朋友圈 反正现在还是15秒 你应该只能分享15秒 然后呢 发给朋友 你就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 发到 发给我们的这个群里吧 好吧 然后你们现在在群里看到的 就是标记有视频号 有我那个账号名字的 这个整个这个视频了 OK 那么还有呢 如果说我现在不想要这个了 那我就怎么样 可以点这里 还是同样点右面 右上三个角 然后我就把它给它 这个删除掉 我们删除掉它 就OK了 所以看这里它就没有了 它就没有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吧 这一步 我来到 我来到 我来到